好,各位学生 现在我们要来实战了咯 就是我们要来看题目 然后来回答问题 好,这里呢 有几个题目呢 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的 所以过后呢 我希望呢 你们能够更明白 然后来完成我所给你们的练习 好,我们看第一题 My mother, western food every Saturday 所以这个句子很明显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present tense 因为后面已经写every Saturday 每一个星期六 所以my mother 所以现在给我们一个动词 就是cook 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simple present tense的话 你们还记得吗 动词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原本的字 另外一种是呢 加s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是要用回原本的字 还是动词要加s呢 我们就要看前面的subject OK,就是这个动词前面的这个subject 就是它的主语 还有my mother 我的妈妈 请问它是单一呢 singular还是plural 复数两个以上 所以my mother是只有一个对不对 你看mother没有s 所以代表是一个妈妈 所以动词就要加s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cooks 好,你答对了吗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we always play 然后football every evening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simple present tense 因为它讲every evening 每一个旁观 好,所以请问这个句子的主语是什么呢 we,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always 因为这个always不是主语 这个always的意思就是常常 所以we,动词要加s吗 不需要 所以答案是play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please ok,sit down,say,miss dan 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句话是miss dan说的对不对 所以please请什么坐下 所以这个句子呢 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指示 所以如果这个句子是指示 或者是命令的话 动词一定是用回原字 based word一定是用回原字 所以答案是sit 好的,我们来讨论第四题 everyone 然后 动词是like to eat during 这一题呢 我给你们想一想 到底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到底这个like需要加s吗 还是用回原字 based word 好了,这一题的答案呢 我们来看 everyone 什么是everyone 每一个人 所以你要注意哦 每一个人 ok,每一个人 所以如果它是讲每一个人的话 你不要以为是指很多 因为是每一个人 所以 其实它是属于singular 所以这个动词 如果是singular的话 我们就要加s like ok 所以第四题是属于比较 比较难的题目 有一些词呢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搞错 就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属于plural 复数 两个以上的 或者是singular 单数 好,所以这边有几个特别的字 我要你们记下来 第一个是什么呢 everyone 所以everyone 其实这个词呢 是属于singular 单一 还有呢 everybody 所以everyone everybody 其实都是指一个人 都是指一个 都是singular 还有呢 比较特别的 one of my ok friends 所以我刚才讲 对不对 普通名词有s 代表着两个以上 但是呢 你看 friends 有s 代表两个以上 但是你要看它整个句子 one of my friends 我的其中一个朋友 所以我的其中一个朋友 它其实也是指 单一 ok 它也是指一个 所以这一些呢 其实都是属于singular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你要小心 因为这些呢 都是比较容易会误导你的词 所以只要你看到这些字的话 在present tense里面 你的动词都要加s 因为它们都是属于singular 好 我希望这四题的这个分析呢 能够让你们更明白 也能够帮助你们再回答 我所给你们的这些练习 好 谢谢大家